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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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热烈欢迎你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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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喜见到你 热烈欢迎你 欢喜见到你 你也happy 我也happy 大家都欢喜 嘿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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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热烈欢迎你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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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喜见到你 热烈欢迎你 欢喜见到你 你也happy 我be happy 大家都欢喜 嘿 大家晚上好 请给我一个回应好不好 对不起 让大家久等了 终于搞妥了 我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担心的等待 也要非常谢谢 Donna 叔叔 今天晚上帮了我的第一次直播 他通过电话教导我 所以我常常说 我常常说一个人 就像我们的老祖宗所讲的 学到老 活到老 其实是活到老 要学到老 这几天非常高兴 在家里主持线上的课程 得到许多的家长的支持 我非常感动的是 孩子们都能够当天 把我们交代的功课都很快地做完 其实那不是功课 那是他的作品 如果各位在线上的朋友 可能你们有些人是不认识我的 我的名字就不告诉你了 我的外号叫做胖叔叔 有人叫我胖叔叔 有时候你念错叫我胖叔叔 都无所谓 如果你对我胖叔叔 我就大致诺疑吧 你叫我胖叔叔 也许是 因为最近呢 convade我一个月没有出去了 胖阿姨呢 就是我太太 煮了很丰富的食物给我吃 每天把我养到白白胖胖 再加上小朋友上我的课 大家很开心 大家如果有机会呢 你们可以到我的面子书去 其实我的面子书呢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学习的资料 就是说弟子规啦 汉语拼音啦 吉利歌曲啦 还有我专人的表演 你们有看到我 听到我在说话吗 给我反映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这边可能网络很慢的关系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如果有的话讲 有有有有有 好不好 有人听到吗 其实直播的确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可能因为最近太多人用这个网络 所以你们会很慢 我讲话大概会前十几二十秒吧 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也没有人听到我讲什么 有吗 应该有吧 哈喽 有哈 OK好 谢谢 谢谢哈 我的女儿呢 她在遥远的澳洲 她是做我的精师啊 在替我打气 然后告诉我情况是怎么样的 谢谢很多小朋友 我知道你们我的小朋友们都在场上 都在场上 非常高兴 韦欣 我也看到你了 韦欣谢谢你了 好久没见了 韦欣是我的外甥 外甥 好多我认识的人都在场上 对了 谢谢你们的支持 好 现在疫情的时候呢 大家都待在家里 都感到很闷 对不对 所以我在网上呢 就开了这个线上课程 给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参加 那么 虽然是短短的两个小时 其实我一天要花上整十个小时 但我做得很开心 我做得很开心 主儿你好 主儿 好久没见了 孩子还好吗 我很开心的原因呢 是好多的小朋友 他们一早 其实我的课是四点开始 可是每天大概七八点 他就帮手出早安 所以为了不要死到孩子们失望的 其实我每天大概十点多 就会放一个视频等等 给他们去看一看 然后问他们一个问题 就说这两天 我放了一个洗手的 洗手的英文歌 小朋友好厉害 我给他们听过了之后 之后我说 把它翻译成中文 他们很快就写来了 翻译成马来文 很快写来了 但我知道是他妈妈 爸爸帮忙他 不要紧啊 亲子关系 这个时候 要在家里做亲子关系 那是很重要的 好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 我都尝试了 都要每一天晚上 都跟大家见面直播 你也不用每一天晚上跟我了 其实了 我有些题目呢 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教学的理念 跟大家分享 你看我的样子 认识我的人知道我多老了 你们不认识我的人 你猜猜我多老了 对了 我大概是四十多岁这样 哎呀 你好厉害 四十多岁 你看我的外甥 他们在笑了 谢谢你 主啊 舅母说谢谢你 他在问候他的舅母 主啊 是我的外甥 好 各位 我们将在今天晚上开始 一系列做很多的活动 那么我也感谢这个凯德学院 他的院长是一个很积极的人 我这次会做直播就是因为他的关系 所以他也有要我下个礼拜有两场在他的学院 那其他日子呢 我会每一天都会公布我的题目 等一下我讲完今天的课呢 我会告诉大家 我过后会做什么 OK 这样我们大家就可以开始上课了 也不敢讲上课了 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教育的认识 我也知道家长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 希望我讲的东西多多少少能够帮到你们的家人 你们看到这个我贴出来的海报吗 如果看到的话讲讲好不好 哎呀 我没有77岁这样老啦 77岁我可能还可以讲 不过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啦 谢谢你 我的外甥讲得好 年年25 又不能够太年轻啦 年轻又不不不成熟了 OK 好 大家有看到这个我展现出来 展示出来的这个今晚的题目吗 请大家打一遍给我看看 看你有没有在线上真的有听我讲课 对了 今天晚上有要大家谈谈呢 21世纪的学习模式 你家的孩子 如果是2000年代以后出世的 他们是21世纪的小朋友 对不对 好 而你呢 作为生文化父母呢 其实你是21世纪的哦 如果你是2000年以前出世的 2000年应该是90代了 9028岁应该有孩子了 对对 如果你是在这个 80年代出世的 那么你就是 这个KBSR儿童 对不对 你是KBSR儿童 或者再早一点 就是读住院符号的 可能年纪比我小一点的 那么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的孩子是21世纪的 我们的孩子是21世纪的 你小的时候是玩玩具 玩棒棒球 然后打棍球等等 你的孩子呢 也有玩 不过他是通过手机或者电脑玩 对不对 所以由于这样呢 就有一个隔膜 那目前 马来西亚政府呢 其实在 应该是 应该是五六年前 应该是五六年前 或者十年前 就推动了这个 21世纪的学习模式 21世纪就表示说 现在的人 学习的方法跟以前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 各位 你在家里面 如果还是用你的 父母教你的那一套 来教21世纪的孩子 我相信你们的家里呢 会面对一些问题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不要每天讲你的孩子没有用 讲他读书不厉害 有一样东西他会讲你不厉害 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 你的爸爸妈妈会输给你的吗 小朋友在场上的 什么东西 什么事情 我们父母绝对输给孩子的 可是我们却不认同 我们认为那是小事情 其实我告诉你 那是大事情 从那件事情里面 就证明了一件事 你的孩子 他只要有兴趣 他是会学习的 就不用你每天假唠唠叨叨 快点去做功课 不要看电视里啊 功课做了没有 如果你在家里常常说 功课做了没有这句话 我就告诉你吧 你的孩子绝对不会成功的 因为你把他变成被动的人了 对了 有人写打电话啦 玩电话啦 打游戏 对啦 要不然你跟你孩子挑战 玩电动游戏 看谁赢咯 哈哈 你可能会说 哎呀 这种他就厉害了 哎 他也不是随随便便厉害咯 90多percent的小朋友 玩电动游戏 不是父母教的 是他们自己学会的 这证明了什么 这证明了我们的孩子 不用你去教什么 他只要有兴趣 他会学习 电动游戏是最好的一个分明 目前教育部在推动这个活动呢 21世纪 其实他早就推很久 那么我寻回全国去演讲 走入了校园 我发现到学校里面呢 不是 我先声明哈 不是校长 不是老师 不要做 是因为 教育部虽然有这样推 他没有很好的准备 跟训练 训练老师 实质的训练很不够 所以造成的大家呢 就是 不知如何是好 就随便呢 就听听从指示去做 我举一个例子 像这一次 肺炎的假期 炎了又炎 炎长了又炎长 好了 最后教育部宣布说 各位老师 各位校长 不能够让孩子单个学业了 我们要网上给小朋友学习 好了 各位家长 你看到的 你不要怪老师 因为老师 他们是很愿意的 但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训练 所以他们做的这个教学呢 很可能都是单向的 可能又回到了 这个 回到了平时课室里教书这样 哎呀 平时在课室里面 对着孩子教他 都以说没有兴趣哦 你说现在这个时候啊 现在这个时候 在网上 你这么行吗 当然不行嘛 又是做作业 又是做这个 做那个 你看到吗 这就是 马来西亚 的 交易方式 如果你到 澳洲 到一些 国家去呢 你会看到呢 你会看到 他们的教育方式是不同的 我们 我每年年底到澳洲去 我到澳洲校园 看他们上课 他的小朋友真的很棒 四年级的小朋友 能够做project 拍电影啊 拍着一部小电影 报告某一件事情 老师没有插手 为什么 因为他们长期训练的结果 我们的孩子呢 马来西亚的儿童呢 的训练的结果是 做功课 功课做了没有 做功课 昨天我听到一个家长说 他的孩子在幼稚园 ABC都还不会 他很担心 记得一年级怎么办 没关系的啦 他自然会的 所以我就想到说 今天如果我第一场 跟他要谈什么呢 就跟你谈 你身为父母亲 应该懂的是 就是 21世纪的孩子 他将来出去社会 你看我讲得很远哦 将来他出去社会 他要做什么 他要掌握什么技能 好了 现在我就先给你看看 一个小小的视频 我希望能够成功 如果能够成功 你就慢慢的看 虽然他是用英文讲的 但是我相信你看得懂 OK 先给你看看 我的帅样子 这样 我的样子还不错吧 还可以啦 OK 好 大家准备一下 请稍等一下 开始了 对不对 可以看到吗 如果可以看到 麻烦想 yes 对了 哇 有人讲我是陈述臣 对啊 我是老的陈述臣 OK 很好 我的亲爱的太太 她在旁边一直打手 是说很good 看到了 她是我的导演哦 这就是21世纪的 小朋友应该这样学 在课室里面学 让孩子学习 而不是教他 现在你的父母亲 跟老师很多时候 教他 不是教他哦 21世纪的孩子 可是应该是 孩子们自己学习 我们引导他 就像我这几天 在网上上线上看 是我根本没有教的 我就放一大堆 给他们看 看完了 问他们问题 问完了 他们做回来给我 所以你去Facebook 看他们表演的多么好 因为 他们是用21世纪 学习的模式去学习 你看到吗 里面有几个英文字 等下我解释给你听 这个视频 是一个印度老师 印度学校的老师 大米尔学校老师做的 很可惜这个视频 在网上放呢 大概只有200个人看而已 而我却带着他 到处给老师 讲课给老师看 这个老师 这个印度老师 很用心地在做 他会告诉你 你们如果要看的话 在YouTube可以打来看的 YouTube很多 所以21世纪的孩子呢 他们是用电脑的 用电脑来上课的 我们马来西亚 有人反对学校教电脑 那些人是活在古代的 所以现在这次 Covid你看 Covid发生了 线上教学 你的孩子 你知道有大概 20%的孩子 不会吗 就是拜那些反对学校 叫电脑的人所知 那些人最好现在出来了 证明说这个不好 我真的感到 很痛心的是 我们华社也有这样的人 你看 你会看到这个视频里面 他们的孩子都很活泼的 没有老师干预任何事情的 是他们本身去做 老师从旁引导 叫上一部电影演员演 老师做导演 道德品格教育 OK 大家还看得懂 刚才的那个影片所讲了吗 你的孩子的学校的教学模式 是这样的吗 我不知道了 你去注意一下 你不要怪学校的老师 你绝对不可以怪学校的校长 绝对不可以怪学校的老师 你们家长们有听说TS25吗 TS25就是 Transformative Scholar Duopro Lima 我有研究这个 然后到学校去讲课了 我到过几所学校去讲课 那么学校可能都不能够适应 说哎呦 这样子不是很惨吗 不要紧 因为 容易是从 小朋友 容易是从什么 对了 容易是从困难开始 天下没有所有的事情都是容易的 可是一开始是困难 但是如果你选择 如果你选择不做 那么它永远都叫困难 你选择去做 它会变成容易 道理很简单 可是能够真正的去体验 你做到的 做到的不多 比如说妈妈 你没有在外面工作 不要紧 煮饭我就不行了 煮饭对我是困难 对你是容易 讲课对我是容易 对你是困难 我告诉你今天晚上的课题 是我刚才给小朋友上课四点到六点十五分 匆匆忙忙才研究这个这个直播怎么做 教材又顺便顺便准备一下 幸亏我平常有准备 所以我常常有一句话 跟大家分享 小朋友也听好好 因为明天我可能会问你们这个问题的 成功是靠 靠什么 靠准备 有准备 你什么时候都不会怕困难的 比如说你看我这个 我今晚这个讲题 其实我的电脑里面有一大堆的 我随便拿几样 我就可以讲给你听了 我刚才大概花十五分钟准备了这些教材 而且我的讲课有一点 我不喜欢一直对着你 一直讲讲讲 好像中学的老师这样 他怕学生嘛 就自己讲自己耍 我的课是互动的 包括我线上课程 我都是跟学生朋友互动 跟你们也是要互动的 所以你们 当我问什么问题 我看到你们回答的 你看有很多人写困难 困难 习近瑶 这个我不认识的 谢谢你 Maggie Jean 我认识吗 应该是我学生 学生吧 OK 好 21世纪小朋友 掌握什么能力呢 现在你看到的画面 第一是什么 还有 你听这些直播 大部分的直播的人 他一直讲给你听的 你坐在那边 一直傻傻地等 听到不想听 有睡觉 我没有的 我呢 当我问你问题 我问你看到什么 你就马上讲 又说我说 第一个青色的那个是什么 对了 哎呀你们好厉害 我都听到你们念的是 Collaboration 英文叫Collaboration 中文叫什么 合作能力 等一下我一样样解释给你听 第二个叫什么 Critical Thinking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的思考 中文叫做判断力 等一下又解释给你听 一个沟通力 Communication Creativity 创造力 这些都是21世纪的小朋友 其实是大人 是所有的人都要掌握的 我就全部有 对啊 上过我的课的人知道 我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但是你看黄色这边 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就是我们讲的品格教义 品格教义就是我们讲的道德 你可能说 有啦 我们学校都有读道德教育课 对不对 而且学校的教道德教育课 你问小朋友 不用读都可以拿八九十分的 问来问七十分 我们要做有礼貌的孩子 看到人要有礼貌 最后平时他没有做到 不过道德拿九十分 所以你看到吗 我们的教育 Tierry wise Tierry wise什么 就是在理论上小朋友会的 实际上他不行 像今天早下午 我给小朋友上的是一个品格课 我说请讲出 我昨天教他们八个好习惯 我在Facebook 有可能放在那边的 勤劳积极认真 爱心 主动 坚持自信好学 小朋友昨天都练到捆瓜烂熟的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我说你知道你要加强哪一点吗 那八点里面哪一点要加强的吗 你猜他们写什么 他们直接跟我互动的 他们就马上在WhatsApp写给我看了 懒惰 懒惰 家长一定在旁边点头了 对了 错了 我马上回应他们 错了 我问的是 你从那八点钟 有哪一点你认为你应该改进的 你怎么写懒惰呢 我知道你懒惰啊 你要写更勤劳 因为我讲的是勤劳 各位家长 跟孩子就是要这样的跟他沟通 所以你要跟他沟通 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就是什么力 什么力啊 大家 快点告诉我什么力 你不讲我就没有力了 对了 有看到吗 合作能力 Collaboration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现在肺炎 政府不断的疫情 我们大家 Stay at home 我们的首相那句话 最好玩的 我跟我的太太呢 真的是 我两个礼拜才出去 今天冒着生命的危险 出去买家里的食物 因为已经断粮了 这个Cornbit 给我什么好处呢 不要看坏处 他给我一个好处 是我太太呢 煮了很多美味的食物 给我吃 他已经很久没有煮饭了 他也以为自己不会煮 原来他很会煮 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 他今天才知道 我喜欢吃荷包蛋汤 又容易煮又好吃 我也不知道他喜欢吃这个 真的对不起他 老婆 谢谢你 对不起 所以你看到吗 在疫情的时候 你的家里面 就可以看你有没有合作能力了 我们谈谈 我们从小就念到什么 讲什么 分工合作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我们的社会今天 有分工吗 回答我 有分工吗 我们的社会有分工吗 大家快点讲 讲有还是没有 还有我今天的讲座 有送东西的 我送我讲座的 Voucher 等一下听完课的人 马上WhatsApp给我 现代的学员不可以 你有听过课的小朋友的家长 你WhatsApp给我 我的号码在我的Facebook有的 我会送你一张Voucher 折控Voucher给你 我20号有一堂非常精彩的课 我小朋友们已经上过了的 我可以给你特别折扣 没有啊 讲没有的人 你真的是乱乱讲 多数人讲没有 各位 我问你 你听好好 你听好我的问题 我问你 我们这个社会的人 有分工吗 怎么会没有呢 爸爸做爸爸的工 妈妈做妈妈的工 妈妈负责骂人 爸爸负责打人 对不对 社会有分工吗 有啊 现在有警察出来抓人 贼就在偷东西 你看到吗 有分工 可是我们没有合作 你们说是吗 合作才是很重要的 现在政府说 很多人在这个网上 传信息 吃饱没事做了 我告诉你 我有一组情组的 我很多情组的 我常常跟情组里面的朋友啊 跟我的亲戚讲 不要散发那些莫名其妙的消息 这个时候 需要你散发正能量 什么叫正能量 像我的做法是正能量 我每一天都花一点时间 制作一张漂亮的图片 祝福我的亲戚朋友 跟一些同事们 我会讲一句话 像昨天我讲 非常疫情 非常心情 非常快乐 非常健康 待在家里 非常安全 要防止这个疫情 其实只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谁能告诉我 什么方法 我送Voucher给你 请问一下 什么方法 能够 防止这个疫情 什么方法 没有人懂啊 很容易的 首相讲那句话就是了 因为你在家里 就隔接跟外面隔接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很多无聊的人 很奇怪 路上还是很多车 我要去看什么 哎呦 我的妈呀 这些都是没有智慧的人 做的事情 不像你们这样 有智慧坐在家里 听转播 有人说我要去消夜 哎呦 这个时候还想什么消夜 你说对不对 智慧 合作很重要 所以你在家里面 你要训练你的孩子 要懂得怎么样的 跟家人合作 这个时候是你们亲子 最好的关系 我很痛心的知道一些家长 他说这个时候很忙 我不知道忙什么 这个时候才不忙嘛 趁机会跟孩子沟通 亲子一下 像我的课 让孩子报了名 丢他在那边 他不会就讲他不好 不要讲他是你没有把他引导好 所以同心协力 合作能力很重要 所以在学校里面呢 你会注意到呢 你在学校里面 会给很多孩子们呢 做一些合作的工作 例如大扫除等等 如果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在线上的老师 校长也好 我给你做一个建议 我常常去学校讲课 也是跟老师们建议 现在学校进行讲故事比赛 歌唱比赛 四哥朗诵比赛 等等这些比赛 不要一个人在上面表演 你的学生上去表演很多都是不好的 结果下面的很吵闹 很吵闹的话呢 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没有意思了 而且呢 参加的人并不多 所以呢 collaboration的意思呢 像刚才你看到那些印度小朋友 让他们去商量 像你们要唱一首歌 三个人要怎样唱 像我最近课程里面这样 凡是家庭主的 我就跟他讲 要怎样做怎样做怎样做 这样能够促进他们的关系 所以我很希望呢 家长这个时候 像他的学校的网上学习 他的老师没有在场 那么你就要做读导老师啊 小朋友在听 你就跟他讲了什么 代表老师问他一下 这样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学习 我将在一个一天 下个礼拜的一天 跟家长们谈教育 我会跟你们谈什么是教育 你们在家里 你们办教育还是办教育 教有两个读音 一个是我教你 太太倒杯水给我喝 那个教啊 一个是教 教你读书的教 你猜你在家里是教孩子 还是教孩子 下个星期我有一堂课 大家不要忘记 星期一 凯德学院是请我去讲 我讲了一个 我将讲一个直升级父母 明天我先告诉你 我将讲弟子规 OK 好了 第一个 21世纪孩子要有的是什么能力 合作能力 别忘记 合作很重要 以后他还是要出去工作 跟别人合作的 好了 讲完第一个 我不知道你同意我的讲法吗 同意的话 麻烦你给我一个回应 好不好 我们认识吗 谢谢你的鼓励 昂培山说要负重 Kandysia说 我爸妈在八千公里外也很亲子 你们知道Kandysia是谁吗 我的千金 讲到这边 我想到他 我又有点激动 好 我非常谢谢他这样一眼 都帮助我在做很多的事情 好了 现在我们将进入第二个主题 第一个是合作能力 对不对 现在第二个我们看是什么 第二个呢 就是communication 什么是communication呢 communication 就是沟通力 你跟你的孩子 有很好的沟通吗 你以为有 其实是没有 我就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给大家听 因为一直讲没有故事 可能你不喜欢听 有一天一个小朋友 拿了书包 匆匆忙忙的去上课 他的妈妈一直讲一句话 过后那个小朋友跑回来了 他就问孩子 你为什么回来啊 妈我的水壶没有拿 对啦 妈妈刚才就跟你讲 水壶没有拿 水壶没有拿 妈妈 我以为你讲不要乱跑 不要乱跑 你每次都讲不要这个 不要那个 我以为你也讲不要那个 不要那个 所以我就这样 好 从这个故事里面 请问你听到了什么 沟通啊 沟通是什么 懂得聆听 大家注意这个字眼 聆听 什么是聆听 聆听就是仔细的听 那请你告诉我 你的孩子怎么样才算是聆听呢 告诉你很简单 他读地址规 所以为什么我这几年 这十多年我推动地址规 很多人以为地址规 是小孩子听不懂的 小孩子比你更厉害 聆听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人家跟你讲话 你的眼睛要看着他 仔细的听 叫做聆听 不是听到一个声音 英文 你看我的马来玩也不错 对不对 所以今天 第一 因为改天他出去社会什么都好 所以其中一样 各位家长 如果今天你说 你的孩子的成绩很差 是他懒惰 我告诉你没有 是因为他没有专注力 他不懂得如何聆听 所以平时你在家里 你记得 你跟孩子讲话 你的脸要对着他 很多妈妈很可爱 你知道他讲话 什么东西对着孩子吗 你猜 拜拜哥哥 你的妈妈 用什么对着你啊 有一个小朋友说 屁股 对啦 你一面洗瓦 一面跟他讲话 阿坏 做功课 等一下妈妈要看 你不是这样讲话的 结果 你发现他吗 有时候他跟你讲话 也是这样 你就骂他没礼貌 所以聆听 第二 分享 communication 沟通 是要分享的 把你知道的告诉人家 人家只要告诉你 而且要 知道的 要分享的意思呢 要把知识告诉别人 有一项调查呢 他在美国 做了一个教育调查 他说 教别人的人 永远学最多 所以你看 我越来越厉害 因为我每次教人家呀 所以肯教的人 肯分享的人 他一定很厉害 好了 要与人分享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 表达 你会说话吗 妈妈 爸爸 你可以试试看的 叫孩子坐着 三分钟 你讲话给他听 讲你的生平故事 讲什么都好 你讲给他听 看你会吗 在我这14天的课程里面 我是叫孩子 做演说 叫讲话的 今天 我已经证明了 给家长看 他的孩子可以的 我今天是叫孩子呢 用一分钟 但是大部分孩子 做不到 只做到30秒 不过我不怪他们 他们今天第一天 讲 明天你们在视频 我的Facebook 可以看到的 我要他介绍自己 各位小朋友 很好玩 对不对 但是不是很多人 叫上来 要谢谢爸爸妈妈 帮忙 那么 明天我要再用国语讲 用国语介绍自己 他绝对做到的 后天 英文 所以今天 我们要懂得 教孩子表达 你知道我们 华人家庭的孩子 血很厉害的 你不信你家 那个8个月 7个月的儿子 你叫他讲话 他不会讲的 回答问题 他很厉害的 ABC他很厉害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平时 没有什么给他讲话 小朋友 如果你记得 昨天还是前天 直播的时候 我讲什么 父母常常有三件事 叫孩子不要做的 你们知道什么是吗 对啦 其中有一个是 不要问太多 另外是 妈妈最喜欢讲什么 你不要跟我讲这样多 叫你做你就做 他就跟他弟弟讲 弟弟 你不要跟我讲这样多 我是你哥哥 你要让他表达 什么时候你最好 其实什么时候 是最好沟通的时候呢 吃饭的时候 所以你看香港电视剧 哇 有很多 在谈啊 对啊 就是这样啊 好好的跟他们沟通 像这段时间 跟你的孩子沟通一下 看看这段疫情 促进一下大家的亲子关系 这样呢 对你的家庭呢 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啊 讲了这么久 大家还满意吧 啊 我看到一些 没有智慧的家庭啊 现在在做一件事 很没有智慧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事吗 啊 可能我的沟通力不好 我的课是要孩子们 寄一些视频给我的 我都告诉他 今晚我八点钟有直播 请他们上网 不要干扰 现在他们一直寄东西 过来干扰 明天我一定又要 发短信给他们了 尤其是我的沟通力不好 但我不认为这样 我讲了很多次的 是他们的合作力不好 社会上很多就这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 聆听没有 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些 被抓的人 他们没有聆听的 他只听到 他没有讲 所以你知道吗 聆听 在孩子的学习的道徒上 聆听是很重要的 好了 讲完了聆听 我们就来讲这个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马来西亚小朋友 绝对没有的了 很可怜的 马来西亚小朋友 什么 看到吗 大家 什么力 批判能力 判断能力 对一件事情 能够很准确的讲 到底是怎么样 你不信 我问一个问题 你看你的孩子 怎样回答 我一次去讲课 我就问小朋友 你们应该 多看电视吗 我说我要你用你自己的话来回答 你猜 小朋友讲什么 对啦 不应该 当你跟小朋友讲话的时候 请你记得 我今天跟你分享的三部曲 第一 讲什么 你要跟他讲什么 第二 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第三 他要怎么样的去做 才能够像他讲的那样成功 小孩子应该看电视吗 不应该 这是什么 为什么不应该 我妈妈讲的 那你要怎样做 偷偷看 你认为这个孩子有判断能力吗 我只遇过一个小朋友 我说你认为应该看电视吗 他说应该 我说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21世纪 很多的消息跟资讯 我们要从电视中得到 你说这个小朋友没有判断能力 当然那个父母可能会反对 因为你父母 麻烦 80年代 70年代 麻烦你记得一句话 你的父母是生活在 五六十年代 没有电视 什么都没有的 然后他所受到的一些影响是 看电视是害人的 结果你就照样搬这句话出来 事实上如果你有节制 现在电视 多么多节目 可以让孩子们学习的 所以你要从小判断孩子的能力 你就像我刚才讲这样 怎么样啊 问他的时候一定要问 为什么 然后呢 一定要他讲出要怎么样去做 大概是三年前吧 马来西亚推动这个 高层次思维的时候 就鼓务励孩子们回答问题 根据他自己的能力跟思维去回答 结果呢 结果有一间学校 我相信应该是 马来西亚学校 或者宗教学校之类的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年轻人 青少年 年轻人 应该在7-11去买那个 必应套吗 有一个小朋友 写应该 他在应该的后面 写了一些理由 他说 可能一些青少年 无知 会犯错 所以有了这样的东西 最少避免会产生 很多问题等等 你知道 他的老师怎么样做吗 打了一个大差 不对 不应该 这就是马来西亚的教育 We want the standard answer 我们要标准答案 各位家长 我告诉你 一加一等于三 你相信吗 有一天你的孩子告诉你 一加一 原来我现在知道 是等于三 你再讲 你讲什么 一加一等于二 讲都等于三 对吗 他就告诉你 爸爸和妈妈结婚 剩下我 我们家里三个人 一加一等于三 你就骂他了 你不要乱讲 这不是数学 这种你就去厉害 你就 末杀了 他的判断力了 他没有分析 跟解写事情的难题了 全部是等妈妈了 你知道吗 我们办营会 或者是你还讲 参加什么营会 其实一般营会 他们不喜欢家长在旁边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个孩子 两三下就看妈妈了 两三下就看妈妈了 那个妈妈就指着点点 指着点点 分析和解决难题 是要让孩子 从小养成的 妈 我不会穿袜子 不要进来 妈跟你穿 他永远都不会穿袜子 各位家长 可能你都有体验到 这一方面的问题 你不要爱你 变成害你 所以当你懂得 去训练孩子 分析跟解决难题的时候 当他问你问题的时候 你认为怎么样 如果可能他不会 你就帮他一把 给他两个选择 等等 那你就慢慢的训练 比如说现在 现在是最好 训练你孩子 判断能力的 不然你认为 那些人 出去 是什么原因 这样做对不对 他可能会讲 对 因为他们 他爸爸住在 他怕有事情 他回去看他 你看他有理由 所以你必须知道 给他讲 为什么是很重要 答案不重要的 为什么是很重要的 你认为经警人员 现在我们应该感激谁 经警人员 为什么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看着守护我们 那你要怎么做 我们要捡点钱 给这个经警人员 所以你可以用很多的问题 这样去问他 总之三个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复习一下 什么 对了 第一个是什么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为什么 第三个 怎样 棒叔叔 今天晚上要做什么 做直播 为什么他要做直播 第一 他要趁着这个时候 推销自己 也是一个原因 对不对 第二 他要把一些教育理念 给老师 或者给家长们 第三 他要呢 让大家能够 这个时候有亲子关系 不要看电视 一起来听一些 有意义的教育问题 所以只要你的孩子 懂得讲为什么 然后在为什么 的后面 他又跟你讲怎样 那不是很好吗 他考试考不及格回来 你不要骂他吗 为什么人家 补信你也补信你 考得那么差 他心里面想 因为以前你很差 笨爸爸就笨孩子 他可能这样想 对不对 所以你要问他 哎呀boy 你们班上多少个人及格啊 哦 才三个人及格啊 哦 你是不及格最高分的啊 那你不错了 你听到 为什么这样多人不及格 哦 老师出了很多问题 是没有教过的 你看到吗 所以 为什么 后面 那你应该怎么样 哦 以后自己先教学习 所以 今天 你一定要记得这三点 什么 为什么 怎样 我看到很多人写下来了 非常好 你是学习型的父母 好 来到了第四点 第四点是什么 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是什么 你有没有听过 创新思维吗 等一等 创新思维 Creative thinking 简单的 我们用中文来讲 是很有创意 你有注意到吗 你的孩子 小时候是很有创意的 他画在墙上 画一些东西 对吗 然后他从小就只要复习 什么叫做复习 是你叫他不要复习的 他看电视啊 那个卡通片啊 你买给他的 已经看了十多二十次了 还是很喜欢看吗 我要看我要看 从他一开始静静的看 第二次他慢慢的干着念 第三第四第五次 他可能先讲 那个人要出来了 要倒下去倒下去了 你看 他在复习了 你讲什么 你很无聊了 看了十多次还在看 他心里面就想 哦 原来看一次就够了 现在在线下有很多 我上我的课的小朋友 我今天还跟我的太太说 你看这些小朋友几厉害 因为我一开始教他们的时候 我说 好的知识要看三遍 我要他基本上读三遍 后来我跟他说 要看到你会为止 所以今天我又问了 我给他看了一个视频 我说 你们要看几遍 他们说 要看多多遍 看到会为止 你看 你有像我这样教你的孩子吗 我真的很感动的是 我看这二十多天 我跟他们在一起而已 我没有见到他们 只通过WhatsApp Group而已 而且我不是用Live的 我用一个形象 一个卡顿形象 跟一些小动物 我家里养了很多小动物 一共十四只那么多 卡通 所以你看到吗 创意 如果你有来看过我的课 我可以告诉你 你会知道 我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 我早在以前 我做校长的时候 我的学校每天有广播的 广播什么 广播唐诗 诵词 等等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还教这个 文天祥的政绩歌 我还教小朋友 做手语 表演 很多人讲我神经病 我老师也不认同我 可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收到一个短信 洋洋的大概 有一千个字 我的太太看的 这个短信 最少流泪 流的五六次那么多 我是暗自流泪 不敢讲出来 她以为我是无情的人 我不知道你有在线上吗 她是我以前的一个学生 小学的时候的一个学生 她昨天晚上在我的page里面 私信给我 是向我感恩 她说 在那个年代 我被人家批评 因为教他们轮椅 唐诗 那些无聊的东西 在别人面前 一些教育工作 甚至我的老师都认为 很无聊的 我告诉你 可是我坚持 通过学校的广播站 每天播 每天给她念 我们已经歌唱比赛 什么都好 都是以这个为主 结果昨天我才知道 我在十多年前 种下的种子 那个创新思维 现在推动的东西 我早就做了 我十多年前做校长的时候 我已经退休13年了 我就做了 在她那边给我的短信里面 她讲得非常 我都忘记了 我做了什么事情 她说 在她念小学的时候 我们教她 唐诗论语粉等的事 那时候她只是盲目的背 背都不懂 以为没有什么用 没有想到 已经深根在她的脑里面 她读大学 中华文学系 讲师一提到这些诗 她朗朗上口 而她同学 却告诉她什么 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我们都没有学这些 无聊的东西 那是我们的中华文化 她很感恩我 她说 感恩我这一路来 她以为我已经不在了 不是不在了 已经没有在这个教育圈子了 应该退休了 对不对 我56岁退休 56岁退休 已经退休13年了 你算算看我几岁了 可是你看我样子像不像 我热爱教育 我很喜欢跟小朋友在一起 所以昨天晚上深夜 当我收到这个短信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到欣慰 Sally Ng 我猜应该是你 我知道你是谁 她没有告诉我名字 但是我看她的Facebook 是我当年一个相当不错的学生 很奇怪的 我等一下要讲 不过我先讲给你听 昨天晚上大概11点多 我还没有睡觉 我都忙很忙 我又得到了一个短信 我不知道今天她有听我的课吗 她是当年我们学校的那种 问题合同 超级的 给我打过很多次 甚至好像她说 我赶过她出校长事 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也忘记了 不过昨天她打电话 她说了 第一句话 她说 谢老师 谢校长 你以前教的话 什么我忘了 有一件我没有忘 你告诉我 不会读书不要紧 品格要好好 做人不要做坏事 她是一个学士不高的人 她会讲重话 她现在在新加坡 因为疫情的关系 暂时住在新山 她是因为 昨天她的女儿幼稚园 读书读得不好 她问我怎么办 她怕她的女儿像她一样 以后也是糟糕 我就跟她讲 你女儿六岁而已 她说是咯 六岁ABC都不会 不会不是不会咯 我就跟她讲 趁这个时候在家里 教教你的孩子 我就给了她一些秘诀 我相信一定成功的 一个是很会读书的人 当年我的创意思维 使到他能够今天用到 另外一个是品格 是等一下我要讲的 创新思维是什么 各位家长 你不要把你当年学习的 环境与情况 跟现在的孩子比 这次我线上课程 你发现了一点吗 各位家长 你的孩子 一直拿你们的手机 来玩电脑游戏等等 这个时候就让他知道了 原来可以拿来学习的 你知道我们手机功能多么多吗 到现在我都没有掌握很多 我常要问我的女儿 我女儿就很厉害 不要以为你是父母 就很厉害 将知识变成智慧 不断地想出新的点子 可是现在的父母 他以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例如说我告诉你 我的课 我不是要骂人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我的课 是在Facebook里面推出去 要花几百块钱打广告 让几千整万个人知道的 我女儿帮我做的 她是我的公关经理 我们传了出去 很多人问的 这个课是什么 想了解一下内容 但师父这些家长 本身好像没有读书这样的 读不懂的 我们上面写得清楚 因为当你一click 当你一click你听好 这是创意思维 我的女儿我要谢谢她 这是她的创意思维 她说把你这样好 这没有用的 我跟你做 她跟我做 我看得很折腹 我都不会 也就是说当你 我们的广告那边有个篇幅 你click的时候 她就会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对这个讲座有兴趣 如果你讲是 它就会出现另外一个画面 这个讲座是什么所执行等等 如果你有兴趣 请你WhatsApp这个号码 听好好 WhatsApp这个号码 结果呢 我们看到那个问的人 这是什么来的 我不是骂人 我只是说 你如果都不能够 仔细地了解这样的东西 你怎么能够期待你的孩子 能够学得好呢 这是基本嘛 对不对 那好了 有的人就WhatsApp给我 我就传送一些照片 学生写的东西给他看 你不要来参加 无所谓 我给你看 你看了之后 如果你不要 谢谢我不想让孩子参加 你说对不对 没有回应了 然后我们打电话机也不听 传也不听 我觉得他不要 我知道他不要 可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到吗 你如果都是这样的思维的人 这样的思维的人 你认为他有创新思维吗 这两天我跟小朋友 你不要以为小朋友不厉害啊 我的学生有幼稚园到六年级的 这两天我跟他们讲成长型思维 固定型思维 好了 各位家长 因为是讲思维嘛 我想问家里咯 你是成长型思维 还是固定型思维的人 或者找一天 我上一堂这样的课给你们吧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美国的一个教授 长期研究人之后 他就发现到我们的人 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你的思维 有成长型思维的人 他的成功机会比较高 固定型思维的人 但亚洲家庭的家长 很多都是固定型的 我们亚洲人跟外国人 不同的一点 我们先决定孩子会学什么 不会学什么 外国人呢 是go and try maybe you can't 对吗 你一直以你的思维 去教你的孩子 你又希望他成才 当然如果你是lawyer doctor 可能机会很高 如果你只不过是个 普通的家庭主妇 我看不出有什么 能够很特别的地方 讲这个创新思维 我就想到你的孩子 在家里做功课了 那个爸爸 他的思维永远是这样的 他放工回来 他遇到孩子 他一定问孩子一件事 什么事 可能是两件事 第一是 有听话吗 第二呢 功课做了没有 除了这个 没有别的事 那个妈妈呢 就忙着 不要看电视了 做功课 好了 我有一个家长跟我谈 他怎么办 我的孩子不愿意学习 我就问他为什么 每天功课做到三星半夜才做完的 为什么他三星半夜才做完 就是了 白天一直玩耍 看电视了 讲又讲不听 玩手机 手机谁买的 电视谁的 你管他他就不看了嘛 对不对 所以问题是谁 问题是你了 妈妈 爸爸 做爸爸的回到家 有点创新思维一点 问别的问题 今天学校有什么得意的事啊 今天学校里面好不好玩啊 创新一点 讲到创新思维 政府呢 为了使到我们的孩子 有创新思维 他就想了一样东西 想什么呢 他就希望我们的这个 孩子 学习一种技能 这个技能 这个技能 政府花了好几百万 到外国去研究 然后派专人去学习 回来训练老师 结果徒劳无功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没有做到很好的教育效果帮忙 所以这 其实也要谢谢啦 就照旧呢 我有机会呢 学这个东西 跟大家分享 先给你看看 吃什么东西 等一下我也给你看看 我教孩子的成果 马来文叫做 有八个电灯炮 有八个电灯炮 你们有看到吗 有了 OK 里面有八个图 学校的老师 学校的老师 没有什么教这个 是因为教育部 没有很好的培训老师 出版社的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 出版到一些东西 让老师很乱 但是这些小朋友 跟我学了二十天 我才厉害 我问他什么问题 他都能够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让他的思维 系统化 什么叫系统化 就你这样想 就用什么图去想 然后去做 这个思维图很好 什么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 让思维更好 好 我去打一个广告吧 我在21号 有一堂课 如果你想要你的孩子 线上一个不是很多人 不要紧 过我放在pagebook 应该很多人看 如果你的孩子 要参加这场课 我们给你优惠 只要你whatsapp我 说我的孩子要参加 我给你 因为你今天 听我的直播嘛 我的直播是第一场的直播 对不对 什么 你听我的直播 我就优惠你 过后呢 你可以whatsapp我 好不好 你whatsapp我呢 你说你要让孩子 上我的课 可以给优惠吗 孩子 你用对方法 他变天才 你用不对方法 他变 蠢才 希望你的孩子 你用对方法了 他就变成 天才了 其实做天才 也是很可怜的 好 现在我给你看看 我们小朋友 精彩的演绎 我要谢谢 劳苦功高的妈妈 在他们的配合之后 我们在空中相议 各位 我们没有跟他 点头相议的 我们是空中相议的 在他们的配合之下 我们的小朋友的 杰出的演出 一个比一个精彩 等一下 走掉了 一下子 打各位一下子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哎呀 错了 这位叫做 王嘉瑜 嘉瑜妈妈 谢谢你 你这个孩子很厉害 这个来自 释迦墨的 吴小妹也是 你看妈妈 很用心教她 这个更可爱 二年级的小朋友 你看她多么可爱 当天学 当天用 这个会谈 乌克莉莉的 更厉害 来自嘉亨 这两个是我们的 超级明星 来自宜宝 姐姐三年级 弟弟二年级 你看他们都有创意 这个更了不起 这个呢 他住在吉隆坡 他学校两千多人 他代表他的学校 来参加我的比赛 我的课程 每天都那么用心做 这个是模范之家的孩子 姨妈妈 谢谢你把孩子 调教那么好 他一个儿子 大概四岁 很可爱的 你看 疫情 让孩子 学到了很多东西 认识了一个 很棒的叔叔 帮忙他们 好了 刚才我讲 四C 最后要讲EV 其实在这么多里面 这个V是最重要的 就是品格 你的品格如果不好 你蒙想在这个社会立足 所以 学校有道德教育课 而我们华人 各位 刚刚好我们有一样东西 是能够教我们的品格 可是 偏偏 我们的家长都不会 而且不用他 认为是没有用的 我指的是什么 你现在看到了吗 请问你看到什么 你们可能网络比较慢 也没有看到 其实我这边已经出现了 大家看到了吗 对啦 弟子归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到 什么是弟子归 弟子归 那么到底弟子归里面讲什么 你会吗 你不会 你怎么要教孩子 对吗 所以我去上课他讲了 一人先一己 我为了要教弟子归 品格教育 我跟我的夫人 在多年前 因为我们是南征北法 到处去讲课 在车上 一路上放着弟子归 一直念 晚上睡觉都几乎是弟子归了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很多 我们华人的中华文化的精髓 如果父母掌握了 弟子归里面的一些内容 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你会简单的多 你可以用弟子归来教孩子 而不是现在用一般的话 我们华人家庭 应该是讲亚洲家庭 我讲华人比较好 是在孩子犯错才纠正他 不是在孩子还没有犯错就教他 来不及啦 当他养成习惯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教他呢 对不对 所以我写了几本的弟子归的书 我知道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面 有给人家送的 送的东西我不敢批评啦 我知道很多文字 连老师都不喜欢念的 家长看了也要睡觉的 我这本呢 是有三个语文 有漫画等等 而是参加我的课程台课 每个人我都送他一本 我送了很多出去的 如果你有兴趣 明天晚上你来 我跟你谈什么是弟子归 它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孤草 无聊 难懂 小朋友这几天跟我写过弟子归的小朋友啊 他们真的是超级棒 我问的问题啊 多么快回答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熟读了里面的内容 我先跟你讲 这不是我讲的 是台湾的一个名教授 王才贵先生 我多年前就听过他的视频 苏东坡也讲过一句话 各位 少时读书不审解 老来省事有其功 你现在讲话常常什么 像今天你看到这个直播 看到我我今天其实不是很好的状态 因为头发白白啊 我通常是轰到黑黑 但是我想在疫情的时候 头发又没有剪 算了 就以这个真面目跟大家见面 一些不认识我的家长 可能会说什么 哦 我终于看到了棒叔叔的庐山真面目 对不对 各位是不是 请问这句话哪来的 你不懂啊 苏东坡写到一首词 OK 好 在快结束之前了 我一天我大概直播大概一小时就好了 我给你看看 我在教弟子归 我是用什么方法 我这次教弟子归 我很庆幸 你知道是我很庆幸吗 我看到了一个视频 虽然我告诉小朋友 我是去美国拿回来的 这个时候不可以出门 怎样去美国 我很庆幸 我拿到了这个 我把它变成了我本身的一个很好看的产品 大家听听这一段弟子归 明天你在听我的课 我会给你听很多段 这是说说唱唱 弟子归 哎呀 走掉了 等一下 我在制作这个短片的时候 我是泪流满面的 各位 因为这位教授 这位教授呢 他把这个弟子归啊 配上多么好听的音乐 父母教习今天 下者清 称者清 这个是叫你的孩子要有礼貌 跟你请安 这一段是跟你讲 去哪里要告诉父母 住的地方要保持干净 学业要很好 事情 在小要问过父母 不要乱乱做 你看全部有教啊 拿了什么东西 回到家 要告诉父母 不可以藏起来 对不对 整篇弟子归都讲得很完整 这一段呢 入则校 他一共有五六段那么多 每一段 都有不同的主题 我们为了让孩子喜欢 我们就用送唱的 方法 请说好 立为君 父母请喜欢的 我要去做 父母不要我们做的 坏习惯改掉 我们受伤了 父母会担心 可是我们的品格不好 很丢他们的脸 亲父母爱我 我孝顺他很容易 他不喜欢我 我还是要孝顺他 爸爸妈做错了事 我们要欠他 要柔柔 有声音好好地欠他 如果欠的不听 还是要欠 找适当地说欠他 你看弟子归 是不是教得很好 父母生病了 要服侍他吃药 要照顾他 进校道 里面就有啊 死的父母呢 不可以大事庆祝 他教我们的孩子 怎么样做一个 孝顺的孩子 我给你看的这个 只是其中的一则 他一共有很多 你要这些资料吗 免费送给你 在我的面子书都有 因为弟子归教我一件事 以多起少 就是要给多一点 不要太贪心 拿太多东西 我在这过去 疫情的20天左右 我开了这一堂课 包括教那个思维图 跟弟子归 那么你现在看看 这些小朋友 精彩的表演 我只是拿了一部分 很抱歉啊 家长 我没有选到你的孩子 但我答应呢 全部做着很漂亮的视频 这是住在 柔福州南马路州园的 一对姐妹 非常可爱的 这个是我的家乡 新帮令经的 这个应该是 家亨华小的小朋友 这对宝贝真的好厉害 刘妈妈 刘妈妈为了他们 没有做工 做家庭主妇 牺牲她的工作 不过他们很可爱 每天都记视频来 好了 各位 我要总结 今天晚上 我给你们做的这个 讲座也好 分享也好 其实我告诉你 各位 也许是可能 我组织惯这个讲座 我已经组织 超过5000场的讲座了 在前马走透透 包括纽西兰 澳洲我都去讲过课的 也许是我常讲课 所以我 虽然是第一天直播 你看到吗 还表现不错吗 对不对 各位 如果对的话 给我一个like 讲goodgoodgood 对不对 我感到很满意的 我今天的直播 没有什么状况出现 我还以为会有状况出现 我要谢谢Donald叔叔 Donald叔叔就是一个 学院的一个总监 好 我很希望 透过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 当然你也不会全部吸收 对不对 那么你就大概知道 现在的教育是什么模式 那么在接下期的一些日子里面 因为疫情 大家也比较得空了 所以我会找出适当的一些题目 来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的让孩子快乐的成长 尤其是如果你是菜鸟妈妈 菜鸟爸爸 昨天我跟一个家长讲话 他也承认他是菜鸟 然后他又跟我讲了很多教孩子的方法 最后我是忍不住跟他讲 现在你相信我 我会比你厉害一点点吗 他很相信 如果你相信你听我讲 他那个孩子多么厉害啊 我昨天在讲课的时候 我给四个孩子的脸给他们看 第一个能力高 意愿高 第二个能力低 意愿高 这两个都不错 因为意愿高嘛 第三个是能力低 意愿低 能力高 意愿低 很厉害不想做 第四个是能力低 意愿低 所有的小朋友回答我 因为有一问问题 WhatsApp里面 他们马上回答我们 是互动式的 他们全部写 突然间我看到一个是 这个是就是这个小朋友 我就奇怪了 为什么每个写印你写是呢 对不对 所以课程完了 通常我会打电话给一些父母 问一下他们情况 我还没有问啊 各位你们听好好 我还没有问 这个小朋友 因为我讲完课有一个视频 要他们做视频啊 跟做作品啊 对不对 我还没有问 他就寄来了一个视频 他弹钢琴啊 我目前我还没有学生 弹钢琴表演的 过两天 我们今天晚上 大概你就可以在这个 Facebook看到他了 他弹钢琴 把我教他的那八个好习惯 一面弹钢琴 一面唱给我听 勤劳积极认证 二亲主人 哇配得很好 你认为这样的孩子 是第四个能力低 第一院低吗 更厉害的在后面 十分钟以后 一张照片 拿着那张他做的作品 寄过来了 后来我打电话 给他的妈妈 我问他 你为什么 他也认同他孩子 是第四个 或有时候是这样 这就是一般父母的毛病了 有时候就等于 从所有的时候 所以我明天准备 高度赞扬这个小朋友 今天我忘记 今天他已经不错 开始回答问题了 孩子 是一张白色的纸 由你来采颜色 你要采什么颜色 他将来的颜色 就是这样 你绝对对他负责 第二 趁我没有忘记 我本来在 自生机父母会提到这个 我就先跟大家分享 你千万一定要听 我星期一的自生机父母 明晚那个更重要 我告诉你 什么是地址规 怎么样写地址规 如何教地址规 Candice 那个是如何教地址规 你们写到如何写地址规 不要紧 如何写地址规 也对了 可以了 没有问题 不要讲孩子不行 孩子是可以的 很多父母 我常讲 我这个孩子很笨的 你再告诉别人 你很笨 你不会教孩子 你有看到 下面有一段字 一直在跑吗 有吗 他写什么 没有教不会的孩子 只是你用错方法了 你用对方法 孩子就变人才了 你知道这是我从哪里感觉到的吗 是我到学校去 学校很多马来学生 华文不好 那么老师告诉我 他们很难教 我就告诉他 你用错方法了 我就跟他讲了一些方法 结果你看他那些学生 慢慢进步了 我可以跟你分享什么方法 像你家的孩子 可能也是很差的 华文 汉语拼音 请你买一些 有汉语拼音的书 给他读 教他一下 然后教他唱歌 唱歌 能够带动孩子的学习 好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我很希望大家 能够介绍更多的朋友 来听听我的课 免费的吗 对不对 还有送这个课程的voucher 等一下你马上就可以 WhatsApp我了 号码你看到吗 这张为什么没有号码的 这不是我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 平时趁这个疫情的时候 你多跟你的孩子沟通 听听他讲的话 然后也叫他安静地 听你讲的话 这叫做互动 好了 我顺便就给你看看 因为明天是 明后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 我不知道你们网上 有多少人在注意 我给你看一看 我们的课是什么课 如果对我今天晚上 因为这是我第一天 刚才你看到吗 我的声音很大声 对不对 因为我是一个讲师 我讲官话很大声的 然后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不要紧了 我的女儿不团的团转信 给她的妈妈 叫爸爸柔一点 认识我的人 都知道我讲话都是很大声的 其实你们注意 当我讲话大声 不是我在骂人 是我很严肃 放心吧 我能够把你的孩子叫得比现在好一点点的 送他来上我的线上课程吧 更何况今天晚上你听了我的课 你WhatsApp我 我要得到Voucher 那我告诉你 那我告诉你 单单你拿我那本书回去 就只会不要紧 这本书没有卖的 现在你看到这本黄色的 大众就已经卖完了 我剩下大概百多本 我准备送出去 我还有一本地址 只会的书也是很漂亮 刚才你看到那个 好不好 好了 时间就在这样 我一句一句 一秒一秒这样讲 好像无厘头的 讲来讲去 可能在言词中 也不小心会得视到一些家长 或者是教育前辈 或者同行的 很抱歉 大家认识我 我是直言直语 但我是把我的经验 趁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跟大家分享 因为昨天晚上 我那位学生 他一开始就讲了 我以为你已经没有在 他没有讲没有在这个诗上 我以为你没有在这个行业里面 没有想到你现在还老当一壮 所以他就把他的故事 告诉了我 感恩他 我们夫妇昨天晚上真的是 一直庆幸我们做了对的选择 其实我的太太也是很厉害的 她在学校做副校长 跟她做校长的时候 她都把我里面搬去她的学校做 而且做得比我好 好了 夜也深了 我还有工作要做的 我的学生 他们现在在传视频给我 因为我的课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要拍视频 表演你学的东西 传给我看 我会跟你改 再寄回去 再做过 因为我的名字叫做 吃饱没事做 但我喜欢 当我看到孩子们那种 天真 可爱 活泼 我特别邀请的 一位校长 黄校长 谢谢你 你是全马来西亚 唯一的 在我的群组里面 支持我 给我鼓励的校长 你将来会会个 是一个很棒的校长 那个黄校长 他一进到我的群组里面 我们都有百多位学员在里面 你知道那些人做什么事吗 我说等一下会有位黄校长 加入群组 小朋友马上什么 欢迎你黄校长 欢迎你黄校长 今天他的家教协会主席也在里面 他说欢迎主席 我教他的 你要教孩子怎么做 不是教他做 小朋友欢迎黄校长 你欢迎 我没有 我说小朋友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 他就会做 这个疫情 感谢家长对我的支持 也感谢小朋友们 给我带来疫情中 不予苦闷 因为最初几天 看电视 听人家的直播 现在我的 多知多彩 当然我要感谢另外一个 这个人也是很厉害 他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品味 蔬食 联所餐厅 的老板 年轻有为 他每天晚上都直播 九点半 就有直播了 我听了 他一直直播 他是鼓励我们要直播 帮忙 所以我就 毅然的 跟我的太太商量之后 他说OK 我就OK了 好了 各位 本来今天我要胜装了 跟你们讲 但是我讲 这样穿会比较好一点 就大家比较有点 没有那么多距离感 好了 在跟着下来的 这几天过后的呢 我是能够允许大家发问的 就是说 我的太太呢 她会在旁边看 看你们有什么问题 她会告诉我 点出一些来 因为现在我看到的 我的姐姐也在那边 姐姐你好 崔萍 我的一个表妹 她在新加坡做工 她是新加坡 生半壶荣场里面的 一个相当高智慧的人 最近也是疫情的关系 我要谢谢她 赞助我的线上课程 她送了很多礼物给小朋友 所以小朋友呢 也做了 特别 我跟小朋友讲要感恩 小朋友做了很多漂亮的图跟表演 我转发给她 她告诉我 她看了泪流满面 我说我也是一样的 今天有很多我的亲戚朋友 都在支持 在听我这样讲 一文也在啊 一文 OK 再见 明晚上八点半 学地址规 我来送课程给你 晚安 我来帮我来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